袁文在族的書寫上回 上次那些百年女士整晚想來想去 都想不到夠翻文的黑衣女士 究竟是什麼人 沒多久 神雞唱罷 妖霧初笑 已經天亮了 百年女士起身梳洗完之後 走入李家宗後花園想練一練功 經過一間大廳門口 聽見 有人連劍的聲音 百年女士停著腳放望進去 已經一位小姐 年紀只得十多二十歲 身材見美 生得花容月貌 正在那裏練劍 但是劍花唾弄 劍氣中環 好像油龍飛鳳 劍法精通 百年女士 看看看看 忽然覺得這位小姐的身材舉動 十足是昨晚在樹林裏面 夠翻文給那位黑衣女子 可惜昨晚在樹林裏面黑痱痱 看不清黑衣女子的樣貌 不過 看來看這個武劍的小姐 確是像昨晚那位黑衣女子 百年女士滿腹異團 回去自己的房間 找一問李家宗的妹仔 才知道這位小姐 是莊村李道臣的女兒 叫做李秋蘭 各位 原來你原來沒有兒子 其他一顆女兒 故此將李秋蘭當成掌上明珠 百般碰愛 李秋蘭是生性奇特 正是不愛紅莊愛武莊 經常去喬州慶祝寺 拜閒雲大師為師 學習拳腳劍術 李秋蘭個人是通明浩漢 又加上得明師指點 不知學了十年而已 武藝突飛萬俊 講起上來 閒雲大師 又是跟至善學武的 是洪希君的師弟 故此李秋蘭也是蕭林弟子 那一晚 李秋蘭睡不著 起身上學 忽然看到一位黑影 放輕腳步 閃閃縮縮地走去白雲彪 訪外 站在窗前偷聽 看真一下 原來關雲頂 李秋蘭當時覺得奇怪 他做什麼 暗中在後面偷看一日動靜 沒多久 他見關雲頂拼命猛走 白雲彪和白蓮女士 拿著刀劍 在房間追出 李秋蘭 他又不知道什麼事 只是認為兩個人 打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就不對 放了白蓮女士 是班雲彬的老婆 但是姦夫淫婦 追殺親夫 李秋蘭雖然是個女子 但是她天生一副合肝義膽 耿懷女樂 怒見不平 拔刀相助 她跟妳追去 因為白雲彪受過傷 跑得較慢 白蓮女士又要放著一下白雲彪 故此李秋蘭先跑入樹林 後來關雲頂的艇 夠石頭跌倒 白雲彪追到一刀劈落 李秋蘭突然在暗樹彪出 救了關雲彪 無奈寡不敵眾 逼著要跳上樹走人 等白雲彪白蓮女士 開了之後 她想找找關雲頂 樹林裏面黑蒙蒙 沒有法子找到 要回回李家莊 換個花衣褲 第二早上就玩劍為樂 揚揚得意 好像沒有回事一樣 白蓮女士 雖然懷疑李秋蘭是個位黑衣女子 但是懷疑 只有懷疑兩個字 一來不敢證實 二來自己一班人在人家住 有得熱情招待 看上李元那份上 也不敢跟李秋蘭為難 即是跟白雲炮 武花月 雷煉環等人 暗中輪流直野 看著黑衣女子 跟白雲炮勾結 深夜來報復 光陰似箭 不知不覺 又過了十日 白雲燕 白雲龍 白雲彪的傷勢 已經好得七七八八 於是向李元那份告辭 回去白蓮貫 真是去時一條龍 回來就一條蟲 白蓮到人 看見他們面青口唇發 無精打採 大一下鏡 連望問 雲龍賢婆 你們 你們是不是又打敗回來 白雲龍長嘆一聲 哎呀 師父 弟子武藝低微 加上一時大意 被洪喜觀所暗示 弟子和雲彪都受了重傷 雲雄私底他 他 白蓮到人 餓歌頭望下 果然不見白雲雄 連望問 他怎樣 他死在陽城 彩虹橋下 啊 白蓮到人 好像晴天霹靡 拍散雲飛 長嘆一聲 啊 嘿嘿 不敢怒慮中華 問起白雲龍怎麼死 白雲龍 將經過情況 一五一十 講了一次 白蓮到人聽聞 這個時候 畫到我和熊掉, 莫wick杯 震震震 哎呀, 侯 recordings小是 你這樣 你們夜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嘗試在少林市被你遷掉 怎知這一次,我愛徒又死在你們的手中 試問我的一口氣又怎能攤得到堂 一定要斬草垂根,殺盡少林小子 講完,叫大家回去休息 國人走了個禮,告辭出去,說分兩頭 回文再講關文炳,過一晚在李家村外勿淋 被黑衣女子救了之後,他慶幸撕回一條靚仔 抱著頭,就臭小子咳得摸 他簡直分不出東南西北 一條氣走七八里,穿過樹林,已經殘越西斜 疏聲三五,遠處聽聞,有雞啼之聲,已經將近天光了 翻文頂靈,靈見面看一看,不見白雲飄百年女士追來,才驚雲稍定 他想起,救了自己的黑衣女士,身材健美,真是不高,不矮,不肥,不瘦,欺負到好處 雖然晚上看不清他的樣子,只是想起,一定會生得好美 唉,最可惜未曾來得及問他的姓名,住在哪裏 不是,我就借頭借路說報答他,跟他接近,歌仔都有唱 相親的日,直未免放在心的洞 如果儲得他做老婆,我真是快活似神仙 班文頂這個人,生雞即是生雞 剛剛才脫離險境,就想入非非了 所以他,終於死在女人手中,這些是後時,暫且不提 那時候,已經天蒙蒙降了 班文頂奔跑了半夜 過土好像走出個雷公進去那樣,呼呼聲 去哪裏找些東西吃一下呢 因為,在曉霧之中,隱約見到前面有一條小村莊 班文頂奔想,唉,正好 於是走到村前,突然有幾隻狗撲出來,呼呼呼呼呼 對著牠晚廢 有個老人走出來,喝著狗,很飽味 那些狗馬上沒有出聲 老人看著,看著關文頂 老人看著,看著關文頂 餵下,怎麼這麼早晨啊 老伯,我昨晚因為經過貴村十里路左右 嚴語噴賊佬打腳骨 搞到我周身沒蚊,鵝包到手巾 現在我痛又咕咕咕,老伯,能不能夠撕死一些冷藩菜汁 讓我頂一下肚子 哦,你既然出事了,一頓飯很閒的 請跟我進來吧 麻煩,麻煩 麻煩,麻煩 扮文頂跟老伯入莊 老伯仔人拿出飯菜,扮文頂禽青 見一夾二口含三 那些飯菜都不用自要的 自己會打頭到肚子了 三爬兩勃,就吃到碗底條 吃完之後,初初肚腩 師傑問起老伯,這條是甚麼村啊 老伯說這條又是叫李家村 和李道臣是同作 扮文頂掛念著那位黑衣女子 不知道是哪家的女王呢 於是,就直接問了 啊,我聽說附近有位女英雄 很年輕的,功夫也好 不知道是不是有這個人呢 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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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人 她是李道臣的女兒,李秋蘭 李秋蘭這個人很怪的 本來她的父母是有錢母 又只有她一顆女兒 她應該身膠肉貴才是 但是李秋蘭偏偏喜歡學武 拜慶祝自一個和尚為師 學了一身武藝 那也好,賊佬不敢來李家村搞搞陣 翻文頂提文 歡起到她,依牙搭堂的 她心想,哦 昨晚各位黑衣女子 一定是李秋蘭 我又不認識她 她都肯救我 哈,一定是看對我,頂都不頂了 哈哈,對 她又是蕭林同門 論起來是師兄妹 這樣重義入手點 嘩,我不如回到李家莊 正要答謝為名 曾經親近下美人 一意是這樣 她想到這裏 白雲彪帝還在中上 如果我一進去 豈不是送羊入府口 自尋死佬 別找些事搞 翻文頂彩露面 猛烤頭殼 心想了 唉,我不如先回去陽城 向洪師傅報告 向洪師傅一起來 如果白雲彪還在這裏 洪師傅有本事把她烹走 或者把她打花 如果白雲彪走了 我可以向李秋蘭大獻恩勤 找機會向她求婚 豈不是好 嘩 反文頂打定主義 見身向著陽城的方向走去 因為是她被人追出來的 匆忙之間就沒有帶錢在身上 不知一顧著黑席回去 正如俗語有講 有這樣的風流 有這樣的節奪 吃了這麼多三餐 抵了這麼多肚餓 幾許艱難 才回到陽城 她急著要見洪禧官 故天離回家 先到大佛寺 一見到洪禧官 十聲鬼在地下 叩頭如終算 洪師傅 弟子知錯了 帝主真是抵死 抵死 不聽洪師傅的說話 幾乎死在那個衰婆手中 幸好有一個人救回來 才有命回來 洪禧官看一看關雲炳 見他鬍鬚長長 頭髮長長 髒髒髒 真是又好生氣又好笑 阿炳 你不是和你的嫌妻去百雲伴嗎 為甚麼中堂又回來 又狼狂得這麼交官 阿炳 不要提那個衰人 她和白雲鏢給綠帽我帶 又發現我看見他們 追到我 撲崩地走 幸好等一個黑衣女子救回來 才有命回來 向師傅的附近請罪 請師傅 念到我們往日師徒一場 原諒我一次 兼顧和我把奸夫淫婦殺死 真是多得的師傅不少了 洪禧官平民 如仲深長地教訓他一番 就是阿炳那份人正式是江山容易改 品性最難兒 把口猛話 是是是 其實那個心 還掛著那個黑衣女子 是李秋蘭的 關文庭又說了 師傅 我有件好消息 告訴師傅 什麼好消息呢 現在白雲龍 白雲雕 白雲燕受了傷 他說要半個月才好得回來 他們在潮州城外 李道臣莊上住宿 洪師傅 不如趁著這個機會 立刻趕著李家莊 將他們統統殺清光 如果不是 他們康復之後 我們又難搞了 但是洪禧官說 阿炳的說話 似乎是有道理 但是我如果想殺死他們的話 他們離開洋城的時候 我早已經是惡手了 又何必等到今時今日 還要追蹤去潮州呢 我實在不是想殺人 以前之所以 我實在百雷道人 逢道德高盡忠 因為他們受清廷的利用 又和貪官污吏 討好我把勾結 向我派迫害 我迫於無奈才把他們殺了 對於他們的門徒 我仍不忍心殺害 現在白雷派雖和我們為仇 但是我飛到萬不得已的時候 不輕易殺一個人 他們已經敗走潮州了 如果我成人之危再去殺他 豈不是衰勝不武 阿炳不用擔心 就算百年度人親自來也好 我才有辦法對付他 你還沒回家 還沒呀 你先回家 免得父母掛著你呀 關文鼎原本想借著洪熙官的勢力 去潮州趕走白雲標等人 而且趁機親近李秋蘭 但是洪熙官不答應去 沒有辦法 如果告辭犯規 一路走一路過山 門門不落 沒多久回家 他父母見過兒子回來 不敢喜出望外 馬上躺雞還神 山門鼎沐浴更衣之後 他父母猛問他究竟去了哪裡呢 為甚麼家嫂不見回來呀 這樣 班門鼎不知道怎麼回答好了 說有誤誤誤誤誤誤誤的地應付 他父母見過心肝病回來啦 已經大為歡喜 也不勉強追問下去 三文鼎還時時想著李秋蘭 李秋蘭的影 經常在腦中出現 搞到她精神彷彿 行不安 楚不靈 食而不知其味 晚晚發夢 望見李秋蘭和自己洞房花燭 半夜醒來 又睡不著覺 一年幾晚都是這樣 關文鼎實在捱不住丹思之苦 心想 好 洪熙觀不去 我自己都去 這麼多天 白雲彪地肯定走了 我自己又在李家莊住過 和李原愛有一面之遇 和李秋蘭又是少林從門 有這樣的關係 足可以登門拜訪 不至於很唐達的 也就是這樣 她主意打定 不顧一切 靜靜地質疾簡單的行李 偷了家裏五十兩黃金 留下一封信 不聲不聲地離開家裏 坐船去潮州 一上岸 就急急趕去李家莊 各位 人家說心急刺跌 我說她的心 就在戰之前 行不得一步 就拿到李家莊 沒多久 她走到李家莊前 翻文鼎過 歌頭一看 見樓上窗門半開 隱隱躍躍 見裏面有人影 翻文鼎的心發發聲跳 神魂飄蕩 心想 當然是黑衣李郎李秋蘭 她五歲起身 對勁梳莊 如果我跟她成親 日日陪著她梳莊 真是嚴復不齒了 翻文鼎失業 寧遠看見 有一位黑衣女子 慢慢走去莊前一個曬曲場上 看她的身材 好像是李秋蘭 真是驚喜交集 好想上前喊一聲 欣人 我的外妻 我為你傷痴死了 這幫文鼎再細心看下 那位黑衣女子 拿著竹膏 慢慢搏下 搏下所帶的谷 班文鼎當堂大失所望 李秋蘭的心驕欲慰 哪裏會做這些事 肯定不是她 班文鼎很想進去見李秋蘭 一屬傷屍之苦 回心想想 又是不行 自己話畢竟是男子 如果來得這麼突然 激怒美人的話 那就浪費心機 熬眼睡 不行 不行 那又怎能見她好呢 關文鼎在李家莊門口 度來度去 逐端的袋子 半個時辰 都不敢進去 她突然啪啪心口 誒 用不著怕 先拜訪你我 我就可以了 於是扶回鄭炳寶寶 紋一下這長衣 發覺自己的衣服太過潮 見自己的未來外府 一陣子還會見街人 這樣太過失禮人了 她立即的進入潮州城 想著不管多少錢都好 買過一件新衣服 誰知她這次一進城 幾乎跟一個和尚打起交來 各位 究竟是甚麼事呢 我們下次再做